所以人 不能不受教育 为什么呢 不受教育 他不晓得这些死是真相 他赶走 到报应现前的时候 后悔来不及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必须 你受的那个卧宝 圆满了 你才能离开卧道 再得人生 得人生 你带着有卧道的习气 那个时候 你要是遇不到圣贤教育 你很容易 被外面的不善的环境 远无了 那远无了又造罪了 又去造傻盗阴望了 造这些业 又多我多 真可怜 所以看到这种现象 那个残害的念头 责备他 要想惩罚他 这个念头 你自然消除了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心 升起来了 为什么 《大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人生就像这种梦一样 可是你造作善不善 他真有报 那个国报也是做梦 六道里全是做梦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只有菩萨知道 六道凡夫都不知道 不但人不知道 欲界天不知道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也不知道 接受释迦牟尼佛 教会的人知道 接受世尊教会 就是 佛的经教教会 最重要的是 一教奉献 你才真正能得理了 如果不能一教奉献 只在阿赖耶里头 种佛的善根而已 只种善根 真实的受用 你得不到 所以我们参加 受过 能离道德的教育 人不好意思 知道起个问题 做一段坏事 这很难为情 感到羞耻 那是羞于足 知道因果报应 不敢做 真正把 十善业道 参透了 我的念头不回声 又放下了 好 谢谢大家 今天 我会发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